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双子座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不管是好看的皮囊 或者是有趣的灵魂 他们都愿意和对方真心地交朋友 双子座的性格虽然反复无常 但是却不爱撒谎 尤其讨厌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所以他们在交朋友时 会秉承着一种十分真诚的态度 但是有时双子座真诚的友情 反而倒因为太过于不合时宜 会被对方认为是爱情 引得人家春心懵懂 最后就会陷入双子座的魅力之中 无法自拔 但其实双子座对这些人只是友情而已 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溜溜成硬 也就是说的双子座了吧 所以喜欢双子座的朋友们 一定要搞清楚 它是对你比较好的友情的 还是真正的爱情 要制导思维跳脱的双子座 可是不太能分得清友情和爱情的区别的 双子座和射手座有着相似的天赋 他们的身边都聚拢着一大群的异性 这些异性可以说都是对双子座有着相当的好感的 而双子座和射手座不同 他们是很难做到如同射手座一般的洒脱 他们只能不断地权衡自己各个方面 备胎等于朋友都说双子的备胎不计其数 实际上并没有错 如果双子把你当备胎 那么你会发现你跟其他异性朋友并没有什么不同 双子不过就多跟你玩一点暧昧罢了 这种时候如果深陷其中那可是很不妙的呢 双子座是风向星座 喜欢追求变化 恋爱亦是如此 他们绝不能忍受爱情的枷锁把自己牢牢困住 似乎身上有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 永远都在骚动着 因此双子座需要一个能真正了解他的恋人 就像放风筝一样 在收与放中把双子座拿捏得恰到好处 双子座对亲密的关系有着高度的道德感 他们不喜欢被刺探隐私 也不愿意撒谎 因此他们可能对恋人提出的问题顾左右而言他 谈到婚姻 如果双子真的遇到喜欢的人了 那他们是会把婚姻大事列入你们未来规划中的 所以可以得知如果你们已经被周围的朋友看好了 大家都觉得你们差不多可以步入婚姻殿堂了 但身为双子座的对方还是不跟你提结婚的事 那你可能就是被当成备胎了 建议及时止损呢 双子的确很喜欢年花惹草 但不代表遇见喜欢的人后还是一样三心二意 双子在没有遇见真爱和遇见真爱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双子对喜欢的人可是会毫不隐瞒的 有什么说什么 如果你觉得双子每天都只是跟你打哈哈 你却一点都不了解他 那你可能只说是双子的备胎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